就让我觉得 这个到底美是什么 你比如说东家长西家短 你仔细想想 他说的都是审美 比如说这家媳妇 怎么怎么着 行为美 他找那男朋友长得是个帅哥 你看这个美 或者说他们家装修 你瞧那一家怎么怎么着 其实你发现 这个人与人之间 而他在说美的时候 都是假定自己是美的 自己是懂美的 这是个很有趣的 包括说实在话 就是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包括跟你们画家接触多了 也是文人相亲 画家更相亲 对吧 你经常听这画家说 他那怎么怎么 你看当他评论别人的作品的时候 其实这里面似乎有一种假定 就是他掌握着美 他掌握着美的定义权 您觉得有这现象吗 我们俩经常是互相赞美 倒也离不开美 这是画家圈现在的另一种虚伪 我今年过年贴春年 我那个横批就是多赞美 所以今年我要批评学生 同学就指着邱老师多赞美 不让我批评他们 但是有人说 现在这个艺术界 感觉怎么不够振兴 就是因为缺乏严肃的 真诚的艺术批评 你看有一些新闻事件 也都会让我们联想到 就是说这个人懂不懂美啊 包括就说 有些人穿衣服穿的 那叫什么呀 就是我们现在太需要美欲了 甚至是当年蔡元培说的话 经常被人提起嘛 就是说美欲带宗教 我觉得又回到这个问题 你们这个专门研究美的人 跟我们说说 怎么叫美呢 这个话题 我们上次讨论过一次 关于美的定义 你光从理论上讲美这个定义 我觉得是无法定义的 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 对美的不同的定义的说法 说美是自由 是吧 美是什么什么 就是完全是很抽象的 完全不能回到一个 实在的实证的方面去 但是对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 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是上帝给的 就是大自然的一种韵律 和它的秩序 比如说黄金比例 对吧 你在这个位置上 我画画之后就特别痛苦 我一弄就在黄金比例上 这是我平衡的时候 我是需要这些东西的 所以他就会 不由自主的就把这件事 就弄落在这个点上面 就是暗和了一种东西 这个东西 到大自然的所有秩序里面 都暗和 都硬和 我觉得还是一种 人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 人体是大自然的一个象征 像达芬奇画的那个东西一样 所有的比例 包括天体 包括所有的 最后中的 做的建筑的美啊 所有的东西的美啊 都是跟这个秩序是有关系的 但是我觉得美 它还有一定的动态 所以我当时也问 徐利老师一个问题 我说 伦伯朗同时代的人 他如果看到了达芬奇 看到了毕加索 马蒂斯的话 他们是什么反应 或者说 艺术史上是 先有伦伯朗 再有毕加索 有没有可能颠倒过来 先有毕加索 再有伦伯朗 这个问题还可以这样问 就是说 一个过去 太平洋岛国上面的土著 他看见男提戏 他会不会觉得美 他当然不会 就是说 这个美有没有可能跨文化 有没有可能跨总统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是吗 不可能 黄金分割就是跨时代 据说跨时代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说黄金分割的这些到底 在某种程度上 我同意徐利老师那个说法 说内在的韵力和均衡感 但是这个内在的韵力秩序和均衡感 有很多种 你看 黄金分割 这个就 非波拉奇数列 黄金曲线 就他也在英武罗上面 也在这个 像是葵的花盘上面 这个126的这个圆角 OK 好多植物都照着这个方式来找 那你就觉得这样是内在韵力 好了 这个说法呢 非常容易往前稍微一推 就只要掌握住这个深层的秘密 就抓到了美的秘密 那么不同时代的人 都只不过是先后抵达同一个秘密 那好像就美就可以跨时代 可是这样的推是不对的 说到韵力的时候刚好 说到这个有一种永恒的美就过了 那肯定是不会觉得美的 那个甲骨文时代的人 不会觉得蓝亭逊美 我给你举个比较俗的例子 我平常要是就不上镜了 我根本就下川 我也心思不在这 有的时候我也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搭配 但是我这么搭配完了 可能我就跟化妆师说 哎呀这样太难看了 你那么搭配 那我也无所谓 所以你这么说 行啊你说这么穿我就这么穿 但我照他们说的这么穿了之后呢 有人就说 衣品不错哦 衣品不错就叫好 就是我也不知道何为好 何为不好 比如说你要说 我要红的和绿的穿 可能我也觉得挺难看 但是穿在别人身上 有时候我红配绿 它也就叫 我看着挺舒服 这个问题其实早就解决了 人们早就发现了 美是多种多样的 有多种美 这些美之间还互相矛盾 互相冲突 所以我们要分出24食品啊 有时候是熊魂 有时候是钢剑 有时候是冲淡 有时候是围曲 有时候是仙龙 西方人也很早就分出 崇高跟优雅 首先阴阳两种美 一种偏阳刚的 然后阳刚的里面 又有熊魂的和杯状的 它还不一样 所以它是互相矛盾的 多种美 那我们吃饭 这跟我们吃饭的 taste是一样的嘛 就腻了 然后就想吃川菜的 然后川菜吃腻的 又想吃清淡的了 它会去搭配这个 老邱 我觉得你看你所说的 这个崇高和杯状 它是双轨制 对 这个轨道上也没 那个轨道上也没 我想起 就环回燕寿 我是1991年大学毕业 然后到2005年 就隔了14年 我再度走进了北大校园 难受至极 一幅楼 贴满了小白瓷砖 你就受不了了 对吧 那你说这个 贴满了小白瓷砖的 这个楼 我认为它 它可能在某个年代 它是美的 或者大伙都已 能住进这样的楼 现在可能也有地方 你说我家的楼上 贴满了小白瓷砖 他觉得这样的房子 是好房子 但是至少对于 现在的相当一批人来说 这已经不叫美 我已经产生了浴室的感觉了 那老邱 您说这个 但是有人把它往上贴 就是一定有人觉得它美 或者有人不在乎美它 其实小白瓷砖 经过精心设计 也可以美 只是因为 它可能是想到 贴上白瓷砖 它容易清晰 蓝方贴白瓷砖 主要是为了方便清晰 主要是以水多 然后你再过十年以后 你就看 可能你就觉得它美了 对 所以它美是有时代性 肯定很美 它有时代性本身的局限性 就是你对一些东西的 我觉得你们这叫美的虚无主义者 我不能接受 我就不认为它美 它美 我跟你有点接近 我觉得美它是有一个 时代性的一个 每个时代 就是认识崇高美的时候 认识悲壮美的时候 可能不一定就是 十九世纪末端的病态美 所以每个时期的时候 它的变化 我觉得它有会 过一段时间它会回流 我认为你这是在为 小白瓷砖洗地吗 代言 因为有很多 我记得小时候 看的不美的东西 包括你像我 那个时候住在南方的那种 我们半个老乡 对 住在那些胡同里面 那种老的 小时候看的也不美 但是现在回头去看 觉得是美的 对 它有你自己的 这个成长的精 你就是比如说 你看金剧 看歌剧这样 小时候根本 这什么东西很烦的 突然有一天它懂了 我看园林 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跟自己的 成长的经历 和你 知识的补充 你的修正 或者是一种 过去有的 新的陌生感 这种回来的时候 它会有这样的变化 如果按照你们 你看他们这个 专门的画家 就是美要宽容 我们谈美欲的时候 其实是很大程度上 要把人变 松开来 变得能够去 欣赏这个 欣赏那个 欣赏那个 而不是说 富有我族类其心 比异 跟我审美不一样的人 全是秦首 我觉得这个开放 但是你看 要照你这么说 我们都应该 学会欣赏 推到极致的话 那么就是 你眼前所见 无意不美 不美都是你的问题 你都可以 通过改变自己 使它变成美的 说实在话 也的确 你某种意义上讲 的确是这样 有些时候 比如说 有些农村的墙上 说实在话 那个厕所 那个尿茧 对 我要是把它看成 山水画 那也是乌漏痕 可以的 不是不可以 听说那个 实鲁画的灵感 就来自于这个 但是按照你们这个推 它就会有一个问题 这个美 有没有公共性 或者绝对性 在一个相对稳定的 文化共同体里面 在一个时代 特定的时代 它还是有共同标准的 只是这个标准 它以缓慢的速度 在变迁 偶尔突变 急速的变迁 有时候 然后在文化混杂的地方 它就很多元 就各种 谁都消灭不了谁 在一些文化核心区 它就以一种为主 它肯定是就这种状态 我觉得你是一个舍者的 但我们现在 从长时间段来 我们就会意识到 那在 在那个非洲土著 它们有它们的美 然后我们有我们的美 那你拿现在一个 你就是找一个什么 奥大利赫本 拿到唐朝去 肯定也不成吧 人家要胖的吧 某种程度上讲 你像我们是算是 这个比较观察社会的 那可能我们自居于 我们似乎懂得一些什么 但实际也没有什么自信 但是为什么我们本能的 有时候就会抱怨 这个社会里 有相当一部分人 就是说太需要美誉了 就是不懂欣赏了 对吧 好的电影 看不出好来 好的画 不能辨别 然后呢 这个把粪土卖成黄金 对不对 这好像是崔剑的名言 就是说 烂结巴糟的东西 就是视若拱臂 那么当我们 在这样说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我们的这种优越感 靠得住吗 还是说 如果按照您的那说法 那那意思 咱不必评价 谁 我觉得靠得住 他这个就 你在特定时代 有稳定的 并且具有公共性的审美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跟审美在不同时代中 是有所变迁的 并不矛盾 好 那你觉得现在 我们的这个时代风景里边 这个公共性 你觉得有什么遗憾的地方 或者有什么需要改进 有点多 什么有点多 到处遗憾的地方 你可以说 你可以说一两例 刚才你还提上美是兼容并包的 那您现在 你看您这洁癖也发作了 你可以举例子 我发现具体 大家就明白了 他我发现这个真是到处跑啊 精力无穷 很多城镇乡村 你都参与建设 我比较大的遗憾 其实我对建筑反倒没那么多意见 我比较大的遗憾是 我们现在这个电脑美术字太多 经常一个店铺 过去的中国城市 那就是他才真正的多样 过去的中国城市几乎就是那个城市的书法家们的一个群展 酒旗 招牌 店铺 竖的 横的 牌匾 就是每个城市 他给新元理财市场 他搞这个 包括这个城市 我记得有一年我去区富 然后就发觉区富的普通人家贴的那个春年的历书的水平都非常高 我仔细想那也是 人体气杯就搁在他们那个庙庙里面 他这里的中学老师帮大家写写春年 就是过去的城市整座城市就是一座天然的书法馆 或者美术馆 我们今天的城市拼命修很多美术馆 把艺术去收在美术馆里面 但是街上的这个字非常丑 就是经常出现一些非常丑的美术字 他这个丑本来可能不丑 比如说那个历书的字体 可能是以前北京的老书法家刘炳生先生的历书的字体 从以音碑里面发展出来的 可是如果他专门为这家店铺写 旁边是另外一家店是请徐蕾写 隔壁那家店请问我写 这座城市就会好看 关键是他一整条街全是刘炳生的历书 那再好看的历书也会变丑的 对 他每根樊还是有关 这个邱老师我要刺破一个气球 我现在发现这个人们上节目都越来越会说话了 说了半天不知道 老邱今天让我们也是大开眼睛 大开眼睛 对 我跟你说 我找了点黑材料 你自己写的文章 你才能在他写的文章里 你才能够感觉到他是怎样一个性情的人 你想他的这个观点 他反对二次元 能这么说吧 对吧 然后他说这个 为了卖漫画 不惜把一代青年变成御宅族 为二次元文化推波助澜的不良商家 以及今天还在不断推动网红经济的投机者 放弃了批判的知识分子 都将是民族的罪人和文明的罪人 这就是你说的话 然后呢 这个你看 因为他是教孩子们的吧 老师嘛 他说孩子们很欢乐 他们恶搞的片子剪得很熟练很逗 但是里边没有一秒钟尝试引人尊重或者深思 时间将被消费 时间被笑声填充 这个世界里没有非洲中东和印度的苦难 没有祖辈的饥饿和父辈的贫困与无奈 他们在以青春的名义 尽情的遗忘和拒绝 拒绝严肃 拒绝成长 拒绝重量 拒绝成为男人和女人 他们将放弃故乡 他们将任祖坟荒芜湮灭灭 用惯了电脑自库的他们 将不再能也不再愿意分辨礼器杯和张千杯 喝惯了可乐的舌头 将没有能力辨别清明前后的龙井 浅薄庸俗的人将理直气壮的认为 雅致的文明 爱手爱脚应该pass 二维码将概括祖宗排位 老鼠将爬上贡锅 老鼠将爬上贡桌 贡锅 对对对 你看教育 这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他说教育已经成为一场争夺下一代的文化战争 我教书是担心 未来不再有清明节 是担心老师们的坟墓将来没人打扫 主要担心自己将来没人扫坟 你说今天这个跟刚才讲的 是不是判若两人呢 我先欢迎说 这不是同一个人吗 我在这里反对电脑自库嘛 是吧 所以这里面呢 你们俩刚才一说 这也行 那也行 对我们说要宽容 就是李契碑有李契碑的美 张谦碑有张谦碑的美 朝前碑有朝前碑 这李契碑大概就是典雅 张谦大概就是雄魂 朝前大概就是婉约 是吧 那么我们要同时兼容这多种美 那电脑自库的那种 那就是不美 因为它是格式化掉所有的这种东西 这恰恰就是跟我刚才说的那个话是完全接在一起 不过那会儿他还年轻 也就是说 那会儿说的火气更大 也就是说多样性通常来说是更倾向于美的 细腻通常来说是更倾向于美的 那么可是呢 多样细腻走过头的就变成繁琐 是吧 变成满雕工的木床 我们回头还是更喜欢简洁的民事家具 他有一个观点啊 挺值得一谈 他就提出美是启蒙美不是愉悦 咱们原来觉得我觉得好看 总是因为让我舒服嘛 那中国人老早讲了这个扬大为美嘛 就是其实这个也是 我觉得也是偏下的 但是他说的美是启蒙 你可以解释解释 艺术哲学跟美学就经常混在一起 那美学这个词严格来说应该议成感受学 并不是议成美学 那么由于议成的美学 就感觉有一种叫做美的东西 它像味精一样 它可以调料一样 只要倒一点美进来 这个事情变美 那个事情变美 但其实不是 美是我们的一个体验 我看到这件事情 我感觉到了美 我听到那个声音 我感觉到了美 所以它一定跟和谐有关 跟韵律有关 但是呢 这个体验慢慢地跟艺术体验就开始合一了 本来基本上我觉得 就是说我们觉得什么样的风景美 共性还比较大 但觉得什么样的艺术美 共性就没那么大了 就差别就很大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在谈美啊 有时候我们是在谈艺术 有时候我们是在谈艺术 那么我们的艺术经验 其实往往不是舒服的 就是我们其实 我仔细地研究过 就是让大家课堂上组织学生做工作坊 描述你的艺术经验 有的人说好像被闹钟叫醒一样 有人说好像洗了个澡一样 所以这里面呢 艺术着用你的方式 分层次的 有很猛的 那个叫震撼 有触动 像打你一下的 也有非常轻微的 润物系无声的 熏陶 陶冶 就你一张书法挂在那 你从来不会拿一个色灯打着他 也不会站在前面认真的看他 但挂他三十年 他那个红衣法是那个字的气质 渗透进你这个人里面 他那个润物系无声的 不见得比 不见得没那个震撼高级 老想震撼人的反倒很贱 老想扑到你面前跟你互动 的那种艺术 反而很贱 所以他本身从着用方式上 有轻到重的很多种档次 你刚开始碰到艺术的时候 感觉往往是怎么可以这样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有人这样画画 怎么会有人这样写实 往往是不舒服的感觉 然后呢 紧接着呢 其实这样也行 还有点意思 你接受了 所以开始往往是焦虑 首先它不一样 跟别的东西不一样 有差异 首先是有差异 然后接着你焦虑 不舒服 先焦虑再愉悦 对 接着呢 你觉得 哦 原来还可以这样 你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这个时候这种感觉叫什么呢 叫解放感 解放感 你觉得自己以前被一个套路绑住的 现在松绑了 自由了 解放了 解放感 比解放感 再往前一步 就是我那种说像被冒中叫醒的感觉 是苏醒感 你觉得自己过去一直在睡觉 此刻被叫醒了 这个被叫醒的感觉 就是我说的启门 启门不就是一个人眼前以前奔这块布 现在把这块布给你掀掉了 这个邱老师啊 你不要忘了 他是实验艺术学院的院长 所以呢 我听他的很多这个讲述啊 也帮助我能够理解一点 咱们现在看不懂的这种所谓的当代的艺术 就是说什么 这更好懂了 对 我们平常生活可能都是循规蹈矩的 一个套子 好比说我们要住在这样一个房子里 我们要这样一个生活方式 但有些时候你看到一个当代的一个装置的一个艺术 他的意思 他说启门这个点在哪啊 就比如说 一件事情原来可以不循我们过去的套路来 他给一个启发 就是我们可以自由地想 我们可以自由地想 对吧 你不一定这个先吃饭再睡觉 你也可以先睡觉再吃饭 就是改变一些 原来世界是这样的 原来世界还可以 所以你比如说我就很感兴趣 他教他女儿 他做一种训练 就比如说桃子是飞机 对 是吧 我用飞机刮胡子 六哥是马桶 不是 六哥是冰箱 行吗 六哥是冰箱 对吧 我更喜欢马桶 对吧 比如说灯光是外星人 是吧 王羲之是块石头 是块砖头 我用灯光来扫地 这是在干什么 这个其实是在制造隐喻 那么制造隐喻 就是在无关的事物之间 去搭建联想 但这个联想 有一些联想是胡说 但有一些联想 就能够接通某种 某种像是真相一样的东西 其实我们今天的日常语言 都是古代的诗歌 我们说韬哥是个成功的 这个 登峰造极的艺人 主要是风凉是吧 我们登峰造极就默认等于成功 就其实 其实它是一个隐喻 像是一个爬到的山地 我们说这里有个伤口 受伤的地方像一张嘴 这其实都是 曾经是诗歌 但是他今天沉淀进我们的日常语言 我们不再觉得它是诗歌 你说我有个伤口 大家不觉得这么说美 你说我堕入情网 大家不觉得你这句话美 这时候你就得创造新的隐喻 说我这几天 喜欢一个女孩子 我这几天好像一直在雾里面走一样 以后可能慢慢的 这个词就被接受了 大家说我这几天 它陷入了情雾了 就大家得去造新的东西 才会感觉到美 这时候这个东西才能启示你 就是因为那种感觉 是过去所有的词都描述不了的 所以要去创造这一个词来描述 对 它说的好像就是 当代艺术的另一种功能 就是启发人意想天开 你看现在做任何工作 创意都非常的重要 可是我们现在会感觉到 有些时候 哪怕是年轻人 好像也是生活在一百年前 就它也是一个套子 所以你特别希望有一些方法 能够让他就说一个事也可以那么做 这样就有助于激发创意 这算是个社会功能吧 但是实际上 就是你们刚才 我就说回到你们刚才两个讲的 咱们本来不是说这个审美吗 我们不要说的那么悬 可是为什么我们觉得 我们身边很多东西不美 为什么我们觉得 我们很需要美誉 或甚至说作为一个民族 现在很需要美誉 为什么我们心里就觉得 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好看难看 但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 但至少是发自内心的 这个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觉得美这个事 可能是需要学习 然后需要去相互影响 比如说从文化的角度来讲的话 美可能是在文化的美 但是它不一定是文明的美 文化的美就是 每一个地区和一个局部的特色 这是文化 非洲的 中国的 中东的 它有它的特色 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你到文明的美 就要去掉这些共同的 这种特色的地方 变成互相之间 能够流动的地方 流动的东西 所以它的文明的美 和文化的美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到底什么是美呢 局部它有共识吧 你看银行培养新入职的员工 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得让这员工识别假币 原来的银行 那怎么识别假币呢 一种训练方法是 让他每天接触大量的真币 不停的就是上班八个小时 全部数钱 不停的数钱 不停的摸钱 摸惯了真币之后 他再接触假币 他会不舒服 你这个说的好 这其实就是一种配比 就是当你接触了 大量的美的东西之后 你看到不美的东西 你会不舒服 但是反过来 当这个社会 或者当这个时代 推给你大量 不那么美的东西 你看多了 你才看到美的东西 你也会不舒服 你这个我挺有感触的 就当然我甚至是外行 但是呢 说实在的 现在我在这个周围 交往朋友圈当中 我有一个真实的感受 可能这正是我的狭隘 真实的感受 就是其实就像你们刚才一样 我碰见谁都觉得 挺好挺好 哎呀好美啊 对吧 让人高兴嘛 你喜欢这个音乐 好好好极了 这个好好好 就是真是非常融通 什么都是美的 对呀 我理解你 非常尊重 对吧 可是呢 骨子里 这个骨子里怎么形容啊 你要是我弟弟 你要是我家人 我就跟你说真话 那就是垃圾 其实我特别好奇 因为徐雷老师 是我见过的最随和的艺术家 嗯 就艺术家一般洁癖 特别强大 对 所以我特别 就是您眼睛里头 有没有让你不舒服的东西 那太多了 那你就像这么 比如说 我没有 我是觉得是这样 就是你比如说 刚才说的 呃 对别人的 呃 一个 一个 穿的衣服 嗯 我同意你穿成这样 对吧 我心里 我觉得赞免你 可以 但是我看了另外 文涛穿的这么好的品位的话 我是赞赏 我心里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哦 对吧 赞美和赞小啊 容忍跟赞美是不一样 容忍 你别人穿成这样子 你你过去 他们还有能混搭呢 过去讽刺那种乡镇企业家 穿的上面西装 他们下面是球鞋 你现在不就这么穿吗 是变成时尚了吗 对不对 那当时那个时候是不和谐的 是不和谐的 所以我就觉得在 比如说 每个人穿衣服的时候 他有他的一个 呃 实际上是品位的问题 对 美跟品位是有关系的 如果你就是穿 呃 大牌的衣服 他可能 作为一个 对美不太去 去把握的人 他就买大牌的衣服 大牌衣服 已经把你审美的东西 已经给你过滤好了 有设计师 对吧 有很多东西把你过滤好 你穿上去没问题的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不能撒谎的 你到他家去看 家 你去去访问他家 他不在家 这个主人是个陌生人 你去访问他 主人并不在家 但是你看他周边的东西 你少一眼 你就能看出来 他的爱好 他的文化水准 他的品位 这个是一点不能撒谎的 因为你每天跟他朝夕相处 对吧 你看有时候 我说看了有这种 有人心里就这样可惜 他穿得挺体面的 到他家一看 没法带 孰无可耐 完全就是你说 美和品位都不存在 他可能花了很多的钱 堆砌在那 但是他这个东西 在做的那个东西 是他自己主控的装潢 装饰 家里的那种城市 你就看了就是觉得 挺可惜的一件事 跟他的外表的东西 不对位 其实这叫一切东西 归根都是叫经济问题 但是这个经济 不是说 我非得腰缠万贯 我才是 才配谈经济 我觉得更叫 心里是不是个穷人 对吧 有的人他虽然很有钱 但他心里是个穷人 但有的人他可能穿的 并不好 但是他让人尊重 所以我一直喜欢一个词 叫酒瓶炸腹 酒瓶炸腹这个词 其实可以分开来说 酒瓶的人 是咱们至少 我觉得我们这 咱们都算同龄人 我们这代人 从小到大经历的常态 就是对物质 对空间 对各种东西充满了渴望 是吧 所以我记得 我那个当年 去一个朋友家里 他们家的房子比较大 那会儿都倾在家里 装一个吧台 就是弄得跟酒吧一样 对对对 是吧 现在好多家都那 对 然后呢 我还特别好奇 敲了敲那吧台 我说 你们家这吧台 怎么不装抽屉 因为在我这种穷人看来 所有的空间 必须得利用上 对吧 我就不能允许说 一个地儿他空着 不装 他不装抽屉 要不我那东西往哪放啊 就人家家房子大 人家不需要抽屉 人家那吧台就是个吧台 就不需要抽屉 但是 对于一个空间没有那么 他就得想方设法 这装个抽屉 那装个橱柜 把一切空间都得用上 那你我们反过来说 我们看现在很多设计 对吧 所谓 视觉满载 是吧 视觉超载 不就是一个 酒瓶的人 对空间的那种 珍惜感 我一切都要用上 空着我就不舒服 我就觉得这个闲着浪费了 就好 但是我真的能够 都要用上 我看起来 这种